现在常常听到检尸这个名词 不过呢 立新基金会就选在38妇女集前行 公布了一项调查 发现呢有超过七成的民众 认为呢夜店对女性不够友善 其实呢在里面很容易遭到骚扰 会不会呢也因此更加诸女性 被检尸的污名 基金会就希望呢 夜店能够加强女性的安全措施 而回响算挺热烈 新北市的KTV里 男子抱着醉到不省人事的女护士 到电梯里要强行把她带到旅馆休息 这样的减实歪风在夜店和KTV里 随处可见 立新基金会委托中山大学调查 一般民众认为夜店对女性是否友善 结果发现超过70%的人 认为夜店对女性不够友善 原因是担心喝醉酒后会不安全 以及很多异性的骚扰 因此基金会与多家台北夜店联系 希望可以加强夜店里女性的安全措施 获得不少知名夜店的响应 像是加强训练保全人员 对女客人安全的敏感度 以及与警察局和傅幼计程车 保持联系 以及设置办开放空间 给喝醉酒的女性 酒店喝醉酒的人 有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不要让他们这样就离开 那离开有可能就被检视 女人喝酒不等于可以性侵 台北夜店包括 Room18 Luxie W Hotel Box Night Club和女屋店都表示配合 Room18还发展了一套标准流程 只要有人把喝醉的女性带走 保全人员就会先求证两人的关系 并请对方提供证件 女性客人的部分 我们会比较不建议 就是说你单独一个人来玩 因为毕竟喝酒 每个人自己能够喝多少酒 我们不是很肯定 那你可能今天开心喝多了 就喝醉了 基金会选在妇女节前 再一次提出女性饮酒安全的重要性 与夜店配合 要让女性在喝酒后 也可以安全回家 UDN TV林天佑李宗宪 台北报导 这一步 到这个 请